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你见过历大无比的人吗?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男人,就拥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强大能力,平常人做不到的,他们却能轻轻松松做到,今天就带大家来见识一下,这些最强大的男人,能自称大力士的人,都跟这位壮汉比一比,如果你连飞机都拉不动,就别再自称大力士了。 这么强壮的胸肌你一定没见过,这位男子的胸肌能轻松撑开铁链,做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很有安全感,不仅如此,闭着眼睛吹爆一个热水袋,更是分分钟就能做到。 呆手腕这种小儿科,已经不是这位男子会正眼瞧的了,能跟汽车上站着的六名成年男子较量一番这才是真本事。 你以为在健身房锻炼,只能是规规矩矩的吗?想要完美的身材,当然锻炼方式也会与众不同了。 这位来自中国的小哥,一看就是练家子的,这全身都是铜墙铁壁吧,下巴碎苹果,徒手披石头,腿踢钢管对于他来说,这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? 这位淡定地喝着咖啡的壮汉,这一脸的不宣,估计是在嫌弃对方是在挠痒痒吧? 一看这位大爷就是学过武林秘籍的人,只要修炼成功,想喝叶子只需要一根手指即可。 这难道是训练八块腹肌的特殊秘籍吗?感觉找你的好朋友一起试一试。 你见过最坚硬的东西,有这位大叔的头坚硬吗?一根棒球棒他可以用头折断。 运动时,是不是会有一段时间感觉没动力? 你只需要学习学习这位小哥的秘籍,你的动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。 这位壮汉估计已经失去了痛觉,也对,一身剑子肉估计该担心的是那个童有没有坏。 看到他举起巴掌时,你是不是单纯地以为,西瓜只是会被打掉在地上,这可不是一个壮汉的巴掌,壮汉的巴掌是直接能将西瓜拍成西瓜汁。 这台力量机器的供应商,怎么也不会想到,有一天他的机器是被人一圈捶坏的吧? 开椰子壳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,但是在看到这名男子后,你还觉得椰子壳很硬吗? 相信我,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女朋友,那么你肯定会非常的安全。 这大哥要是挑水道爬山的景区山上卖,那一次不就得转翻马? 这匹马估计活成了同类中的巅峰吧,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有一天出行是人背着走的。 不得不说这名在健身房锻炼的男子腰真好。